每一年的环泰均演 以前没有 因为其实环泰均演已经进行到 现在大概50几年了 但是呢最近几年你会发现 大外宣的意涵好像特别的明显 比如说呢每一届都说 两年一次嘛 每一次都说史上最大规模 只是我看了这么多年了 我也在想 它的影响力到底 真的是随着规模越来越增加呢 还是里面看出什么端倪呢 今天我们就请将军来帮我们评了 卡尔文森号航母领军 这一次呢29个国家海上秀肌肉 你看到没又是历史之最 好两年举行一次 到目前为止53年历史了 今年呢来了40多艘的水面舰艇 包含了29国的机舰 三艘潜艇潜舰 14国的陆军部队 150多架飞机 超过25000名的官兵来参加 那首先呢被大家点名 在看的呢包含了F-35逆中战机 P-8A海神式巡逻机 还有V-22 前一阵子日本一直怕到说 可不可以不要再用的鱼鹰机 我们就请教一下 帅将军您怎么看呢 2024环太平洋军演 其实这个军演 政治的意义大于军事的意义 那我看它的规模 号称世界最大 其实比不过罗曼尼登陆的舰值的数量 没那么大 第二个呢 它这个 这种 为什么讲军演的深度不够 等一下海军都会跟你讲更清楚 我搞过联合作战 我看全世界的联合作战 不同国家的 不同人种的 很难真的紧密地打在一起 对 照理讲美国跟英国应该说 最是语文相同 血缘也差不多 但是在欧洲大陆的反德国的战争里面 是兵分两路 对 蒙哥玛丽跟巴顿不在一块 艾森豪在中间 居中协调 德国不是周星国吗 德国的部队跟罗马尼亚部队 跟意大利的部队也不能混在一块 德国说你当我的侧义一样 或者哼 而且还不放心 可见什么意思呢 联合作战很难 对 那么我对海军 虽然没有他舰长那么清楚 我也看过台湾的联合 联合海上的演习 那个不重要的舰支啊 就在外围做些高线船地啦 这个水上救难啦 这个通信联络啦 搞些这个东西 因为船啊 不是像我们车子那么好操控的 它有很重的惯性 稍微一点不行啊 太近的话会撞船的 第二个火力分配啊 系统也不一样 你像航母不是指挥的 可能是旁边的重巡 当旗舰在指挥 指挥它的博客及它的其他没有问题 你要指挥到日本 又指挥到荷兰 你的连接是不是一样 这就是我所粗浅知道的海上联盟 我觉得是像春秋战果的大拜拜 汇盟 大家把兵拿来展现一下 在军事上作战的意味上 我认为没有太大的高深学问 对 所以强续的话 你问我旁边的海军代表 他应该比我更清楚 没错 尤其是舰长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照片 我就觉得很不合理啊 如果说真的打仗的话 会摆这样子吗 看起来 你看外航人 大家看 你看两边的舰艇 一字排开都是一线的 然后航母在前面 这照片拍出去很好看 但是实际上 这有什么样的意义吗 因为演习一定有任务 它有假想敌的嘛 所有的演习都有 它的政治宣导的一个使命 那这个东西也就是 事实上你要知道 航母打仗 它旁边是看不到船的 它的人就散开来了 这个东西叫做海上分裂式 海上分裂式 大家就是按照这个队伍走 一个跟着一个走 它的技术难度并不高 它只是一个操演等级 它跟作战是无关的 作战的整个都兵力运用 什么火力控制 你什么时候要什么 那个都差很多 然后接着我来看一下 就是说这所有这些演习 我奉劝以后的观众 你去这样子去检查的演习 就是它这个演习是临时的 还是例行的 对 再来你再看这个例行的 它的时间 好不说其长 区域在哪里 操演什么科目在哪里 还有多少兵力 那这个桓泰啊 它是号称地表最大的 对 我连续往前查了五届 多少多少多少 包含上一届两年前 他宣布的那个新闻稿 我拿出来一笔 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 你看起来很热闹很多 其实就像刚刚说一样 就讲这是一个 武林盟主的武林大会 武林盟主是谁 美国 他主持的单位是第三监队 靠在那个东西那里 圣地亚哥那里 所以他在那里的 就是一个大家来 我们来一起来做一个操演 一个大拜拜的摆拍 其实他的应用并不大 真的是不大的 所以 你超 连舰长都说这意义不大 所以大家就知道了 美国浩浩荡荡 美国要干嘛呢 我自己私心在想啦 因为美国总是要卖武器嘛 所以呢 这些款都拿出来了 F-35 P-8A V-22 好又号称什么 地表最强战机啦等等的 我真的认真觉得啦 这个是不是两年一度的这个 你知道吗 军事武器销售展示大会 好那日本也来凑热闹了 日本神盾舰的余黑号 然后呢印度也来喔 派了逆中巡防舰 但问题是 这一次有这个记者就提问了 他说那中国怎么这一次也没有参加呢 其实中国曾经参加过两届 就是在2016年之前 我记得好像2018还是什么时候的 曾经参加过两届 那后来就没参加了 结果这一次呢 这个联合部队的指挥官韦德 还回复了记者 他说首先呢 美国恪守一中原则 那中国是因为违反国际规则 所以呢 这一届也没有受到邀请喔 对我们可以知道 他已经连续几届没有受到邀请了 疫情之后完全都没有了 疫情之前就已经没有了 那疫情之后就没有 那他这个当然可以以任何理由 来做说明嘛 他都可以这么说 但是这一次日本派上了 这一个最先进的与黑号的神盾舰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照片 他的这个盾位数是8200公噸 最重要的 他是你看他前面是平台 他前面有64个单位的锤子发射系统 后面这个平台是直升机 以及加上他32个发射平台 总共加起来96 64加32就是96个发射平台 运动上前面都是比较强的 你看他平平的是搞什么 对 因为整个发射平台都在下面 你要知道一个发射平台 他这个下面的深度 下面的深度是7公尺 你就知道了 因为他箭更深 因为发射平台 他可以挂 这个最厉害的 可以挂标准标山 我们叫标准三型的 反弹跟反击的飞弹 他最强在防空 你看这个为什么 为什么派这个派的防空 因为他反弹 弹道飞弹 这个标准三型的 这个反弹的飞弹 可以打到 打到这个大气层外面 打到外太空 已经打到太空去了 所以他可以打到 甚至可以打到低轨的人造卫星 他比较强 那当然就可以反弹了 都可以打到低轨的人造卫星 当然就可以反弹了 而且他最高的这个速度 有一种最型的可以打到一千公里 就是说他的射程 那是标准三型最型型的 那一般来讲 我认为美国能够给日本的 与黑号的神盾舰 应该是标准三型的反弹 飞弹的基本款 应该是这样来看 那他最重要的 他是比较强的 就是反弹跟反击 但是换句话 这是日本最强 最强的神盾舰 那他最强的神盾 还有一个什么 他的对空搜索雷达很强 你看上面那个球型的 都是向位阵类雷达 还有边边那个方框框 也是 也是那个向位阵类雷达 他这样子的话 他对空搜索是他的强项 所以日本派这一艘 为什么 那他这次为什么不派 我们所讲的初云号 那初云号的话 他只是一个平台而已 上面载的这个直升机的母舰 就DDH 飞弹驱逐 变成了直升机母舰 直升机驱逐舰而已 他不派 反而功能小 这个功能上比较强 那比较强化 日本派这一艘 为什么特别把 语号加出来 我相信他也是具有代表性 那我们现在看他的兵力 这一个29个国家40艘 也就是一个国家平均派一艘 那这叫做代表性 代表性大家每一个人都出一艘 有人出飞弹驱逐舰 有的飞弹巡防舰 有的飞弹护卫舰 类似这个样子来做 大家来做编组 当然是以美军为主 美军一定是航空母舰 你看每次派对 拍照是航空母舰 再怎么看空中的兵力 可以看出他的科目 他的F35的闪电2 那这个换叫做自空 然后 这个P8A的 这个海神式的巡逻机 这是抓潜舰 反潜 因为他有派三艘潜舰 这三艘潜舰 当然也 也变成他一个假想的目标 来供潜或者是来猎潜 然后V22 旅音号 有讲过了 这是14国陆军部队 那14国有派陆军部队 就是登岛跟反夺岛的 这种演练 羽音机就要出来 因为羽音机是 不是自空 也不是自海 它是登岛跟反夺岛训练的时候 要用的就是羽音机 那还有一个没有 现在照样没有显现出来的 是FA18A跟FA18G FA18G是电战机 FA18A是自空跟自海的飞机 那这个也是王牌 他一定要跟F35闪电搭配 你注意看他上面 不是全部都是F35闪电 也不是全部都是FA18 他现在会搭配了 那这样的搭配的话 看他任务的特性 来派这个飞机 然后也派尼东战机 刚好有个接续的 也派FA18 你看他现在放上去的 上面就是FA18 对 这个照片 这是我们讲的 历史档案照片 就FA18 而且是超级大防风 现在美国的航母 这个大防风 已经是这样退休了 都用超级大防风 超级大防风跟大防风 是插在它的发动机的推力 超级大防风 发动机的推力特别大 然后这个机身 也稍微大了一些 是这个样 然后这个我认为 整体来看的话 这2024的环太军演 政治意义是比较大 表示说美国在结盟 美国在联盟 这一上面 它有29个国家 而且远的从欧洲过来 包含英国 法国 意大利 西班牙 德国 河南 比利时 波南 都有派 大家派一艘 横跨 而且是横跨 我们讲的横跨的这个 从大西洋横跨的印度洋 到太平洋过来 是这个样 所以讲到这个政治上的结盟 突显到军事上的意义 对了一个宣传战 我跟证一下 中国是2014年跟2016年 有参加过环太平洋军演 从2018年之后 就再也没有参加过了 所以孙将军最后总结 面对这个 美国这个示威 我建议老共应该这样讲 未来是你的演习成功 我家派建制来做你的红军 那美国一定不欢迎 您这个意思是 横太平洋军演的假想敌 就是中国吗 反正你们的目的将来 也是对付我 我提前让你练习一下 这是一个宣言 然后美国不答应 那我派出一箭一机 在旁边观摩 我告诉你 你要一箭一机一艇 来观摩 它这个分裂式就不要搞了 因为什么呢 你这个水下一条潜艇 水面一支箭支 你还敢做这个分裂式吗 你问问他 有这个威胁 以前 老共以前干过一件事 美国也不知道 这个什么演习 老共一条潜艇走起来 整个队心大乱 大概怕你打 大家赶快跑是吧 对嘛 我是和平的 我是来观摩 那一件飞机呢 是电站机收听 对不对 船呢 搞不好 也是在做情报 那个潜艇可是让你头痛啊 所以你这个分裂式 你还要羊羊 为什么 狼奔鬼窜 这个东西啊 对付这种灰色的作战 我量你美国不会对我这三条船开火 我也不会对你开火 但是你这一好好一个秀啊 就给你脚黄掉了 就看美国表演了 就是这个意思 你看他表演 仓皇撤退 既然编队一下大乱 好那接下来 老公把它拍下来 全世界广播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 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的益生菌 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技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他 称他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特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